圣旨是皇帝发布的命令 诏书是权威性极强的文件 在古代没有电子签名 数字证书这些现代科技 如何保证圣旨的真实性呢 能否假传圣旨 假传圣旨没那么容易 圣旨两端又翻飞的银色巨龙 作为防伪标志 并且制作圣旨使用的材料非常珍贵 全部由优质丝绸和织紧制成 有些材料仍然由外国进贡 或者只供王室使用 因此普通人不能伪造圣旨 看来防伪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 其实古代制作圣旨非常严谨 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起草圣旨 皇帝亲自起草圣旨 确定内容后 交给内阁或秘书处审核 审核通过后 圣旨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第二步 制作草稿 草稿制作人员 会根据起草的圣旨内容 在纸张上写出所有文字 然后通过多次图改和校对 使其达到最终版本 这里要提醒大家 古代的纸张非常珍贵 不是随便可以乱写的哦 第三步 制作真本 制作真本的工作人员 会在草稿的基础上 将圣旨的内容写在正式的纸张上 然后用皇帝的印章盖上印章 这个印章非常重要 因为只有皇帝才有权力使用自己的印章 第四步 盖红印 盖红印的工作人员 会将制作好的真本和一个红印合并 用绳子扎牢 然后交给皇帝签名 这个红印是指在圣旨的左上脚盖上的一维印章 它代表着皇帝的尊严和权威 第五步 盖蓝印 盖蓝印的工作人员会将已经签字的圣旨 放在一块紫筹子上 然后在圣旨的右下脚盖上蓝印 这个蓝印是指在圣旨的右下脚盖上的一维印章 它代表着圣旨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通过以上五个步骤 一个圣旨才算是制作完成 可以说 古代制作圣旨非常严谨 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极高的技术和素质 此外 圣旨的第一个字也很有讲究 圣旨的第一个字被称为 其字 它通常是一个单独的字 放在圣旨的开头位置 其字是圣旨中最重要的一个字 因为它代表了皇帝的意志和命令 其字的选择非常严格 它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 其字必须是一个具有神秘 神圣 玄威的字 在古代 其字通常是一些难以书写 或很少出现的字 比如 极 钱 玄党 这些字通常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涵和寓意 能够体现皇帝的权威和智慧 第二 其字必须符合当前思想形式 在古代 其字的选择通常受到国家思想形式的影响 比如 在战争时期 其字通常选择一些具有战争气息的字 比如 战 圣等 而在和平时期 则会选择一些具有宽和气息的字 比如 和 宁党 第三 其字必须与后面的文字相衬托 其字是圣旨中最重要的一个字 他的选择必须与后面的文字相衬托 使整个圣旨更加鲜明 清晰 有力 古代圣旨通常以长条形式呈现 称为 排 不同等级的排有不同的大小和用途 例如 皇帝颁发的大赦天下 册封功臣等重要令书所用的排位 尖扁 长度为3.3米 高0.6米 是最高级别的圣旨 而颁发一般法令或任命官员所用的排位 金简 长度为1.8米 高0.35米 圣旨的图案通常由金色或彩色字体组成 常常配以花鸟龙凤等图案以体现皇权威和尊贵 在排的顶部通常有一个龙头或凤头形状的装饰 象征皇帝的地位 另外 不同等级的圣旨还会有不同的封套或外壳 以增加其隆重和庄重的气氛 古代圣旨通常采用楷书或历书字体 在宣读圣旨时 还要用特殊的语调和声音 以示其重要性和庄严性 每一段都以奉天承运 皇帝制约或制约 开头制约是皇帝用来表达帝国恩典的威严 和宣布数百名官员的 而不是传给普通人 古代圣旨的内容涵盖面非常广泛 包括国家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等各个方面 其中 最常见的内容包括 四号 册封功臣 晋升官员 大赦天下 宣布婚嫁等 其中常用的词汇包括 宣布 颁发 施行 公布 定律等 用以表达皇帝的命令和意愿 总的来说 古代圣旨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式和内容的法令文书 使体现皇权威和尊规的象征 其规格 长度 图案 字体 常用词和内容等方面的特点 都体现了皇帝的权威和尊贵 以及古代社会的理智和文化特点 圣旨是一种行政命令 由君主或皇帝发布 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制度 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 圣旨的发展历史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涉及政治 法律 文化 和社会因素 在古代中国 圣旨是皇帝向百姓发布命令的方式之一 这些命令通常涉及政治 法律 经济 文化和社会等方面 使国家权力的表现 圣旨的内容通常非常庄重 常常使用神话和象征性的语言 以加强其合法性和权威性 在古代中国 圣旨通常由皇帝亲自 发布 也可以由宰相等高级官员代表皇帝发布 圣旨的发布方式也多种多样 可以是口头传达 也可以是书面公告 无论如何 它们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往往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命运 圣旨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秦朝时期 当时称之为 赵书 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 圣旨的形式和内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汉朝时期 圣旨的内容更加严谨和正式 通常由皇帝亲自起草 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后才能发布 此时的圣旨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圣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唐朝时期 圣旨的内容更加宏大和庄重 其中包括了对官员的评价和调整 对外交关系的调节以及对文化和艺术的支持等方面的内容 宋朝时期 圣旨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不仅影响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 还影响社会、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 此时的圣旨已经成为了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 元朝时期 圣旨的形式和内容更加规范和统一 被称为 赵命 此时 圣旨已经成为一种高度形式化的政治工具 通常由管理部门的高级官员起草 经过层层审核程序后 才能发布颁布法令的真实过程相当复杂 相关部门首先准备内容 然后准备发布 以清朝为例 在诏书中宣布重大事件时 工部和礼部应在建筑前 树立宣召台和龙庭 在法令颁布的那天 皇帝在太和殿召集了数百名官员 太师手里拿着圣旨 递给了礼部的官员 在宣读圣旨时 必须反复鞠躬 磕头 如果发布诏书的官员故意拖延 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 将诏书带到指定的地区 他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由此可见 诏书从内容到传递 都代表着专制的皇权 最早在圣旨开头使用 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八个字的是明太祖朱元璋 赵约使赵告天下 凡重大政事须布告天下臣民事使用 制约使皇帝表达皇恩 宣誓百官实义 奉天承运皇帝 制约 开头 钦辞使之本条的赤令 或这件事或内容 都是由皇帝决定的 这使得法令更加权威 然而 钦辞一词出现在诏书中 在整个封建时代并不常见 从元代初期开始 圣旨中开始出现 钦辞二字 此外 清代的一种独有诏令文书 上誉 是皇帝所发育 指的统称 是清代圣旨的一种 凡皇帝主动颁发的为 御御 回复大臣奏请而颁发的为 指当回复大臣的指 且问题涉及面较广 需要颁发到相关衙门尊办的 也被称为 御御 无论是 御还是 指 应是皇上下达的命令 一般称为上誉 圣旨一般仪式两份 其中一份放在皇宫内 由相应机构保存 作为档案或备份 主要是为了防止圣旨的 虚假传递和史书的编写 另一份圣旨 由官员保存在家中 一些官员也会在祠堂里祭祀圣旨 因为这对他们来说 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圣旨作为皇帝 用来宣布臣民 任命官员 册封宗室 表彰功德 告知外国的一种特殊文件形式 起源于商周 在秦汉时期受到规范 在唐宋时期得到发展 最终在明清时期得到完善 现存的明代和清代的圣旨数量最多 圣旨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表现 还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影响着政治 法律 经济 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 首先圣旨是君主或皇帝 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方式 它可以表现军权的高度 展示君主或皇帝的统治地位和权威性 君主或皇帝发布圣旨 可以向百姓传递出国家政策和决策 为国家发展打下基础 其次推动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发展 圣旨的发布可以推动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发展 通过圣旨 君主或皇帝可以制定 修改或废除法律条文 调整政治制度 保障百姓的权益 圣旨对于国家治理和法律体系的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 圣旨还是传承文化和历史遗产的一种方式 历史上 许多圣旨记录了君主或皇帝 对文化和艺术的支持和关注 这些圣旨成为了传承文化和历史遗产的重要资料 同时 圣旨还记录了国家的重大事件和发展历程 成为了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最后 圣旨的发布可以促进社会稳定和统一 通过圣旨 君主或皇帝可以调节社会矛盾和纷争 推动经济发展 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总之 圣旨是国家权力的表现 具有重要的政治 法律 经济 文化和社会意义 通过圣旨的发布 可以推动国家发展 传承文化遗产 促进社会稳定和统一 圣旨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 它对于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 具有深远的影响 圣旨是朝廷重大事件的发布文件 是皇帝思想兴衰的宣言 它的内容和形式 反映了封建历史王朝的最高权力和意志 尽管古代圣旨流传至今 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思想功能 但每一份圣旨都包含着生动的历史信息 成为当代人研究历史变迁和人物生活的第一手资料 具有重要意义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